哪一個總統參選人 他的負面新聞是特別多的 出來選不知道 對我們有利還是不利 也有一點喔 當然就是XXX 只有XXX更加實在 這太後懶了 有沒有講話比較實在一點的 XXXX 比較D男人主義啦 不全社會會講的話 我買歌 vict我 講話不及大腦 還是會耶 但是重點是在於 他現在要做些什麼事情 那你們可以指出負面對 有沒有什麼尊重女性的理由 對媽媽跟對他太太 其實好像還有滿好的 今天我們來到 蘆洲在地最有名的宮廟 这个寺庙就是永连寺 那现在呢 其实总统大选已经越来越近了 那大家都会想来检视 这些总统参选人 他们做的事情 他们的言行举止 而其中人设这件事情 更是会直接被检视的 那人设这件事也常常会被大家拿作 政治攻防或者是宣传的一个武器 那在大家的心中 这些总统参选人 您觉得他这个人设是怎么样呢 网络媒体的风向 会不会对您有产生性影响 我们今天就来跟民众问问看 哪一个总统参选人 他的负面新闻是特别多的 郭台铭 出来嫌不知道 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 柯文哲也有一点 不过他来做的 还是很OK 负面消息啊 好像哥台铭 柯文哲吧 他不是被攻击也蛮厉害的 那你觉得会不会影响到 你对这个人的判断呢 不会啊 因为他做台北市长不是做得还不错吗 当然就是柯P啊 那这个人会不会影响到你对他的判断 不会 因为我觉得他打完后友谊就会打柯P嘛 但打完以后又等下就打不太明明了 没有说什么谁讲话特别不可信 因为每一个人都好像只有柯P比较实在啦 其他的不会 就是政治人物啦 我觉得有点官腔的 是比较像是猴友谊吧 就是有点避重就轻啦 核废料挖地层埋地下就好了 来猜一下这是就是猴市长 埋地可能不行啊 这不好啊 对 派8万个机器人跟解放军队打 你派一下 郭台铭 这太猴然了 这是郭台铭说的 给我4年让台湾GDP增一倍 那干脆你政府就直接 让每个人发300万就不要开发了 这不太像干话啦 但是有点像 像就是 像回去 对啊偏激的方式 你这个就好了 好 那这是 柯文哲说的 猪吃那个莱克多巴胺 就像人吃保健品一样营养 这太干话了 又不是人吃人 这些政治人物中 尤其是我们总统参选人中 有谁讲的话 比较说话算话 他敢比较讲真话实话的人 就是柯B啊 通常很少啦 有没有讲话比较实在一点的 也没有 你都是从什么管道 去了解这些政治的话题 基本上应该是从 从新闻媒体上访坛啊 电视 电视媒体 还有跟客人之间的聊天 你有没有觉得谁是对你来说 印象最正面的 可疲 符合我的想法 好有一个人比较正面 因为他是警察 够有利弊啦 最负面的 目前看是 柯坦女 好有余 现在就是蛮多媒体 他都有一些特定的 政党的这个倾向 对你来说 有的时候你去了解或判断媒体的来源 然后这样做出判断 还是你其实就是觉得听听 当做参考而已啦 还是会自己做判断 对对对对 对 你会自己去判断吗 其实媒体 他们都会有一些政治的色彩 再看别的媒体去判断说 不会说什么 只有看单看那一台 那今天节目来到尾声 我来总结一下 今天的街访结果 其实我们发现 每一位政治人物 他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话 会被民众当成是X话 都有一些经典语录 但是呢其实我们还是要说 民众也跟我们反应 台湾现在不缺提出问题的人 缺的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 我们希望政治人物 还是要拿出理性务实科学的态度 来为我们全台湾 解决我们目前的问题 我是主持人自立 随着性别意识的抬头 民权也成为台湾社会的重要议题 不过在选战当中 常常会成为了政治攻防的一大焦点 最近绿营政党 侧翼网军一条龙 变身成为考古学家 翻出所谓科文哲过往言论 不论真假重新包装 成为操作舆论的攻击武器 究竟民众对于这样的洗脑攻势 会有影响吗 而大家对于性别意识的看法 又是如何 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听 民众的说法 哪几个是一样的性格 是不是全部都有 应该是这个吧 这个吧 好喔 原来是这个耶 好 我两个好了 比较大蓝主义啦 不全社会会讲的话 不全社会会讲的话 不及大脑 我觉得他过去一些诗言的诺度看过 多少看过但没有记很熟 比较少 我觉得他因为他是亚斯伯格症 有些都是脱口而出的 多少看过但没有记很熟 但过去的言论这一次再拿出来 然后就全是化学 就被影响了 年轻人记得应该是没那么熟啦 会吧 就像你如果有一个缺点 大家不会看你十个优点那种感觉 我觉得要看族群 比较有思想的 他可能就不会被影响到 还是会耶 但是重点是在于 他现在要做些什么事情 对于现况有没有帮助 是比较重调 你一直去探讨以前讲的话 没有意义啊 有种长官是说 你觉得身边最有越来越多 知名女性 看你这样 你会说是有哪些人 知名女性啊 应该就是黄珊珊 再来就黄静怡吧 我觉得就黄珊珊啊 对 我觉得黄珊珊 这个人还不错 他是一位好好做事的人 那你们可以提出 过你的 有什么尊重女性的理由 那就是 选顾手是女性吧 哦 有道理 对妈妈跟 对她太太 其实好像蛮好的 看她太太就知道了 就蛮尊重她太太的啦 那你觉得台湾的性敬意识 又还有实施的空间 还是会有啊 应该还有吧 蛮大的吧 有啊 这多少还是会有的 老一辈的还是 比较一些古板的那种 想法还是有在的 我觉得应该 就别牵扯到性别吧 就是互相尊重 有人觉得她是很幽默的 但是可能女生听起来 就会觉得很幽巧的 那一种话就是比较不讲 可能像那个 之前性骚扰的这种事情 要把它处理好 不能就这样 新闻吵一吵 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也许她可以多谈谈 关于性贫的议题 让大家对她的认知 谁就能在哪里 多一点了解 台湾已经往前走很久了 但是我们现在竟然要面对 拿出旧的讯息 制造性别对立的 这种新的二主文化 我是女性 我在柯文哲身边工作了 三近四年 第一次见到柯文哲 当然会觉得 她有一些言论 我们当时也是有一些疑惑 但后来我发现 其实她对女性 反而特别的尊重 我跟她工作的这段时间 其实她对女性的工作同仁 相对的包容性 比对男性还要高 几乎是对于我们 会有一定的所谓的 领域尊重跟包容 那甚至不忍苛责 那我们在台北市政府的时间呢 也有非常多的同仁 都是女性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跟了她三十多年的蔡碧如委员 那赖湘宇委员担任 台北市劳动局长 也将近六年的时间 后来的高宏安 吴欣云 陈婉慧 那台北市也可以看到 学姐黄敬寅 还有林真宇 所以其实 我们整个在工作环境里面 女性 占的比例非常高 第二个就是女性都愿意 跟柯文哲一起工作 一起携手往前进 所以我觉得用性别来做 对柯文哲的攻击 其实是非常恶毒的 而且跟事实也不相符 如果一个人是仇女的话 她的政党 她的市政府的局处 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女性同仁 如果是我 以我的个性 如果她是一个仇视女性 或者是说对我们有所贬异的 任何的言论或成见的话 其实对我来说 我根本就不会留在她身边 在我看来 她是一个很简单 很纯净的医生 其实她没有什么坏的念头跟思想 选举攻击本来是家常便饭 但是刻意去拿性别来做攻击 不仅仅是对于女性的不尊重 更是一种遏制的选举文化 对整个社会也不是好事 台湾社会已经不乏对于性别不友善的言论了 现在的台湾社会 还是有在性别平权上面 必须要去进步的空间 柯文哲他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 不断地在学习改进甚至调整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随时在反省改过 如果有错误他会认错 甚至会致歉 所以就这个过程里面 一定会有所谓的有争议过的言论 这些言论当时都已经澄清 甚至已经道过歉 我认为不需要再在这次选举 把它拿出来变成 议题操作的一些对立 台湾已经充斥了太多的对立 还有仇恨 我们希望台湾应该是一个 和谐团结的社会 不应该是故意制造仇恨 制造对立 制造撕裂 然后让大家互相去敌视 那这件事情对女性来说不公平 对社会也是一种伤害 我是女性 我相信柯文哲 如果你相信我 也请你相信柯文哲 我们一定会一起建立一个 干净透明公平正义的新政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